这个可能是同学比较常遇到的问题 那我顺便讲一讲 因为之前有同学常常就说 他要把这个日期里面的年调出来 月调出来日调的周调出来的话 OK 常常就有同学就是把这个当文字看 如果你把它当文字看的话 前面 假如你把它说前面三个字嘛 对不对 那如果用插入函数里面的文字来看待的话 理论上看起来好像是前三个字 所以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我用那个Labs函数 Labs函数 那这个把它当文字 取几个字 一二三三个字 按确定 他会怎么样 四三四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过 其实他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 那个有年月日 但实际上里面存在也只有 他就是一个数字 有没有 四万三千然后4168这个数字 所以 如果你要取得年的话 不能用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除非说 你要用Test函数先转换 才能够切割 如果你不转换成文字 要不然你就把它当日 日期来看待 所以你要取年月日的话 这边有 差函数里面 你可以用那个日期函数里面 有一个year 取年的话就year 所以你把这个日期给他 他会过来 但是他不会帮你抓那个民国 所以如果你要民国的话 你可能要再减掉1911 这样才会是民国 不过你减完之后 奇怪他怎么又变 因为如果你有计算 有的时候会出现错误的话 你记得再把它改回那个什么 通用就可以了 好107 OK 假如说我要民国年的话 那月的话 当然就是差函数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month 对不对 所以这边可以用month 然后给他一个这个日期 日的话 这样差函数 你可以用day OK 然后把这个给他 那周的话呢 差函数里面的话 有个什么weekday OK weekday的话 给他这个 然后回来的话是二 二 不过你会发现什么是这个 因为他回来的话 假如你要是正确的一样 除了隔世 你可能要把它改成正确的隔世 星期几 或者周期按确定才OK 星期一那没错 OK 但是呢第二种做法 假如说因为同学就说 老师可是如果今天 我不要用日期格式的话 我想要真的把它来当一个文字看待的话 那你要必须记得 之前有讲过一个test函数 如果你要真的去用文字切割它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真的把它变成文字 那怎么变真的文字 我有点麻烦 这个好像反而上面的简单一点点 如果你要真的变文字 记得一 插入一个什么呢 文字类的函 这个类别 里面的test 这个我想我们之前有讲过了 test函数 那test函数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两个讯息 那你要给它正确的 它会给你你要的结果 首先第一个value 那value当然我们就这个 第二个的话formate test 之前我们是什么 000嘛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这边不是000 我们是要把它格式化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其实如果你formate test 你要加的话 记得我先把它怎么样 我先取消掉好了 如果说你以后要真的把它变成 这种格式 请你记得 formate test还蛮简单 记得按右键 出现个格式 我们刚刚不是有制定的一串 请你记得把制定的这一串 全部复制就对了 那你只要把它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formate test里面就好了 也就是说test的函数有个特性 就是真的会帮你把它转成文字 不过前提是什么 你要给它正确的formate test 就是这一串 那使用方法 一先复制一下 所以以后如果你遇到奇怪的我要切割 奇怪的怎么都切割不到正确的资料的时候 那你要记得 你要真的把它转换成test 好像除了日期之外 之前还有同学会遇到问题是 那个叫货币 比如它USDollar 日币还有NTDAO等等的 那前面会有货币 他想说他要切割 奇怪怎么都切割不到 因为你没有真的把它怎么样 用test转换 所以转一 那个step1就是把它复制 这个复制起来 第二的话呢 请你怎么样 把它插入一个test函数 ok 那test函数 再来就是说怎么样 把那个我们的值给它 就是这个 value给它 那formate test就是把上面的值 格式化成下面这个 的字串 所以基本上这个给它 格式化成这样子的字串 就下面这一串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真的变前后串 那你要拿它来切割就ok 所以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就帮你把它格式 而且这个时候看到 这个只是表面上看到 这个是真正已经变成文字了 那你可以拿这个 再把它剪下来 如果你要前三个字的话 插入函数里面呢 就可以用laps 这个时候应该就ok了 把刚刚容易贴到test里面 前三个字 输入3 按确定 107 ok 不过你会想说 为什么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因为理论上 也是有里面 放左边的一定是文字 放右边一定是数字 也就是一而回来的 它一定是给你一个数字 ok 这两者可能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 一样的方法 就是这个公式先 如果在中间的话用mid 所以不能用laps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说后面11月12号星期 周期的话 那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可以插入函数 那这边的话 就不能用laps 只能用mid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用mid 然后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这一串 那我要从第几个字呢 12345 第五个字 取几个字呢 取两个字 11 按确定 有了 不过也是在在左边 表示它是文字 复制的公式 再来的话贴到这边 这边的话 第五个字开始 那这边应该是第几个 5 6 7 8 第八个字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再把它 一样贴上公式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 如果它周期来过来的话 那就是8 9 10 11 11取两个字 这边11 Enter 周期 OK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你要做那个 就是日期资料切割 这个其实还蛮多同学 遇到瓶颈的 因为他就直接把它当文字切 一切一切块怎么怪怪的 来回来东西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切割里面的资料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 Year, Month, Day 跟Week, Day 一个是真的把它转换成文字 真的转换文字 关键就是那个Format Test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如何正确的切割日期 那这边有两个方法 那至于哪一个方法 比较OK 其实有时候当然你会针对 你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如果说你只是真的要里面的文字的话 建议就是用 Test Test函数里面的Format Test 那这个Test函数 我是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在实际上工作里面 常常会遇到 奇怪那个东西我看到的跟我实际上 要切割怎么会有落差 而且落差还蛮大的时候 那你就要记得 Test函数就可以帮上忙 所以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工作里面 因为假如你这个地方 不懂得用那个Test函数 去真正帮你转换成为文字的话 那你切割就会失败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刚刚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日期函数 Year Month Day跟Week Day 一个是切割哪些字 大家两个方法各有优缺点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切割日期的两种方法